Selene现在是很红很红的直播主 对 我不敢说 首先问一下说 Selene你们家很特别 你的父母亲爸爸妈妈 先后都选择出家 说都是因为健康的关系出家的 我爸爸之前是做 就是比如说做建筑业的 那我爸爸在17年前的时候 从高处掉下来 掉下来的时候 他三个地方全部受伤 左手段 左脚段 腰椎第五节粉碎性骨折 所以那时候其实 他送进医院的时候急救 其实那时候时间很长 我们漫长的等待 我不知道大概多久 送出来的时候 医生出来就直接告诉我们说 爸爸可能未来没有办法 有行走的能力 所以其实那时候 爸爸就像我的天一样 他就像天一样的伟大 然后他常常教导我 从以前我小时候 然后就带着我 然后从国小 国中 高中 我的新生训练都没有缺习过 这个不容易 对 我爸爸就是这样的人 然后到后面来 他没有办法走路 那一段时间 其实他过得很不开心 因为我想 医生出来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想说爸爸这个年纪了 他没有办法 天哪 他每天辛苦地工作 可是既然没有办法 然后再来出国去玩都还没有 你就不能走路了 可是那一段很阴暗的时间 我们不断地去求神拜佛 然后找医生都没有用 之后遇到了师父 然后师父跟我 你们家里面人口 爸爸妈妈 你们几个小朋友 我们家五个兄弟姐妹 五个 有五个兄弟姐妹 你老大 我老大 你家七口人 辛苦了 对 是爸爸辛苦了 那连千亿是你的 我的弟弟 我最小的弟弟 最小的弟弟 你是大姐 我是大姐 那家里不就是 顿时失了一份经济支柱 对 没错 还好我们有信仰 那时候我们师父告诉我们说 如果爸爸愿意 譬如给他放一个大院 他或许有奇迹会出现 许一个大院 对 谁许 爸爸许还是你 爸爸许一个大院 爸爸就想 我就去家了 我也要去家了 不过我去家了 把那个庙建起来 去家了 然后那时候爸爸就说 那我可以建庙 可是你知道吗 过没有几天 爸爸的脑袋里面 一直浮现庙的设计图 所以庙是爸爸亲手 慢慢一笔一笔画出来的 对 然后到现在庙已经完成 二十几年 就是慢慢慢慢盖 然后那时候 爸爸原本我们在开 就是原本就是不太能走 然后爸爸在开 开宫洞土的那一天 你知道吗 他竟然可以放下拐杖 往前走 好神奇 对 就是愿力 然后很多人都看到 这一个神奇的这一刻 可是我觉得 就是爸爸有讲过一句话 我觉得这句话 我想跟大家分享 他说 上天开一条路给我们 你的努力做多少 你的路才能走多少 所以爸爸他每一分每秒 都很认真的都在做附件 我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神明有帮忙 自己的毅力努力也很重要 后来恢复到什么程度 他现在不用行走气 他就能走路 原本医生都判定不能走路 那个你说第五椎粉碎性骨折 那你相信我爸爸开过十五次刀 到现在大大小小的刀十五次 对 那他后来为什么会选择出家 我到后面来是因为妈妈的部分 妈妈在我有记忆以来 你知道天母 就是天母的龙肿 是我印象最深刻的 龙肿 妈妈不断地送医院 那这样长期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说该怎么办 然后妈妈突然有一天 她就跟我们讲 她对肉类 就是那种 就是她有出现了很恶心的味道 她就开始 她就不吃了 然后她就 刚好因为爸爸这件事情 她就跟神明许愿 她就说 如果爸爸可以恢复健康 她愿意出家 她也许了一个大愿 对 妈妈许了一个大愿 可是她不是为自己 我觉得这很伟大 她为的是爸爸 妈妈那时候在剃肚的时候 会觉得 好像没有妈妈了 对 那是种什么感觉 对 我当下就开始哭 最亲的家人就说 你是不是要出家了 好像 以后就住在庙里 就不能跟我们一起住在家里 对啊 好像 没有办法跟我们一起吃三餐 那以后还可不可以叫妈妈 可不可以叫爸 每家都叫师父 师姐 对 就叫师父 因为妈妈受戒了嘛 对 然后 私底下没有别的旁人的时候 可以说妈 可以 可以撒肚一下 话来话这我们会 可是平常在 就是一般通常我们现在 见面的时间也比较少了 你们其实不能这样做 会动烦心 对不对 是 但是都是人啊 因为妈妈对小孩子 会有牵挂嘛 这要是我 我不能忍受 真的耶 因为妈妈在我身边 我不能叫她妈妈 我不能忍受 你真的对妈妈那个 好大的考验 对 妈妈一定心里很暖 但是那妈妈的反应是什么 有跟你拦一下 还是说不是这样 她还是会 对 就是有时候我们 我打电话给她的时候 她还有很多的佛事要忙 所以她就会讲说 我要先去忙佛事 其实她还是 会闪避 她到后面来 对 她到后面来她会说 她其实 她看到爸爸恢复健康 她做这件事情 然后跟佛在旁边修行 其实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然后爸爸妈妈的健康 慢慢地恢复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了 或许这我觉得就是他们的愿力吧 然后他们的命格 可能就这样要这样做 讲到这个命格 我们可以请教一下阿美老师 哪些慈慧命格的人 是适合出家去修行的 我们要看到命宫跟福德宫 这两个位置 它代表意思就是说 这两个位置可以靠到 你这个本人 你到底有没有这个特性 是有没有机会出家 所以我们今天的前三名的排名 严格说起来 不是前三名的排名 而是说你只要累积越多 重得越多 你出家对你来讲 反而是更舒服的一件事情 对 所以两位来宾 你们也会有你们的命宫 跟福德宫的位置 基本上你们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们重几分 那如果都没重 基本上就是我们好好的 在我们世俗里面工作 过生活就好 因为必须要讲一件事情 就是出家这件事情 其实在意象里面 真的叫做六根情绩 就是比如说 跟任何人的亲情的连结 我觉得人最难断的是 比如说爸妈你要放下 你身边所有人都要放下 对 你等于是连一些 比如说赚钱的欲望都没有 你就很简单 你可能人生就只有睡觉 然后简单的清扫 跟人互动 就很简单 你会把你自己放得很空 所以在意象里面 但没有好坏 意象上没有好坏 所以等下中到前三名的观众朋友 相对来说 如果你的家人 也是有这样的格局的话 我们都会建议说 那其实也许 他有的时候往出家方向走 那现在也不是有人是完全出家 有人不一定要上山 在家修 比如说有些在家修行的 或在家的道士 其实也可以 就是说他的环境偏单纯 但可能完全无法放下 只是我爸爸妈妈我放不下 我可能还是可以在这边修行 所以也是有这个方向的 所以等下上了榜 不一定要说 上了榜我就一定要去上上 然后全部人都在连结 然后我说一年才下来一次 不用这样 只是比较有佛缘 对 比较有佛缘的心态就在这边 另外一种生活方式 对 那是 像纯述法师也一样啊 对 我真的觉得你应该会有 那你如果财产没有办法呢 可以带出宝吗 没关系 就是为了这一点 我死都不要出家 应该说我们一般基本都有牵挂 但有上面的形象来讲 分数就会比较高 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三名 来 第三名是我们的天良这颗形象 来 命盘上面 有没有人命功 命功或福德跟我有天良的 下回家为了你要出家了 有佛缘 而且我们今天有讲过 我是命功跟福德功 我是福德 对 有重的话 几率就会高 就分数就会有一个 我们先来讲一下 天良这颗形象 在紫微命盘上面的异象 是属于宗教性 所以宗教性 天良是属于那种 我自己有宏大的愿望 我愿意分享一些大爱 所以如果有天良 在命功或福德功 就比如说我对到人的时候 我会觉得说 我就想要展现我自己的智慧 让身边人都受惠 所以呢 概念也像 像雅安姐的概念也是 比如说你对于歌仔系 有你的专业 你就觉得说 我想要培育后面的人 我想要散发我的特质 想法跟专业度 给后面的人 让这个产业可以更好 的这种感觉 你能散发智慧吗 不能很有钱 然后散发钱财吗 你觉得边散发智慧 边得到回想 就边得到这些东西 结果就还是一样有的 所以天良性格 就是属于大爱跟付出 但本性上来说 天良很怕麻烦 也就是觉得说 事情就是我把这些东西 做完之后 我就在我的领域里面 可是我希望大家的状态 都可以因为我很好 但是我自己觉得说 我可以放轻松的这种感觉 所以天良是天生 有福报的形象 所以如果命宫跟福德宫有 基本上分数基本就高 再来下我们看一下第二名 来第二名是我们的空宫 就是命盘上是 没有任何主星的 没有任何主星的这个状态 跟大家念一下 主星的特质就是 紫威天机 太阳舞曲天童 连针 天府 太阴 贪狼 七煞 巨门 天良 这颗形象都叫主星 那如果你没有上述这些形象的话 基本上你就是空宫 空宫肝就是 那你是空宫是吗 对 就是空 不是空宫 空宫是另外一颗星 但空宫肝就是 我是一个 我没有特定的实际欲望 决定每一颗主星都代表一种欲望 决定像 秀慧姐 你的命宫是天相对不对 天相的欲望就是 我身边一定要有人 我会有我人生当中 感情连结很深的人 就是我一定要连结 我觉得没有人在 我会觉得我自己很孤单 我没有办法一个人去吃饭 一个人去逛街 一个人去堪定 那个我没办法 对 我为什么要那么孤独 我没办法孤独干 这些应该找我叫连结 对 天相就是要一个连结 我需要一个连结 那像连结的命宫 就是巨门 巨门要的叫做 我要把我的专业 跟我要做的事情 好好做好 所以巨门是一个 自我要求特别高的形象 我对于细节点不会放过 所以这都是一种 世俗的欲望 但如果你没有这些主星 就代表你其实天生下来 你会觉得说 我好像 比如说 我像秀慧姐一样 我在照顾家了完之后 我就觉得说 我好像没什么太大的感觉 就没什么个人的特质 或是我要追求的 或是我像连结一样 我赚了很多钱 或是我做很多事情 做完之后 我也觉得我好像 很空 我好像 这个特质的各种感觉 我就觉得 你好像 舌令好像有天良 对不对 福德宫是有天良的 福德宫有天良 但是因为连结的命宫 非常落地 所以非常落地 巨门是一颗 非常落地的形象 就比如说 我对于我实际要做的事情 但连结是一个 心思细腻度非常高的人 但他现在是没有思考到 他要出家了 可是他有这样的天分 天生的天分 现在还没有 时间也还没到 先不要嘛 对 先不要 因为连结的命盘上面 显示的是 他在现实把这些东西都做完 他会觉得自己最开心 他可以跟雅恩姐一样 就是用福德宫有天良 你可以在年纪越大的时候 散发给人越多 甚至让状况 就让别人更好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子 好 来 我们看一下第一名 来 第一名是我们的 地空跟地结的 这两颗形象 那我记得雅兰姐的命宫 我的福宫 福德 你的福德是 地结 你的命宫是不是天空 天 对 对 天空就是地空 真的喔 天空其实就是地空 虎兇啦 好 我有地空又有地结 天空生啊 虎兇啦 虎兇啦 我没什么叫你姿努啦 还有我姿努 我姿努 姐姐 你可以跟那个 我爸妈成为一家人 我老人 来 我先特别解释一下 地空地结在我们的意向 里面就是一个 他只要如果在世俗里面 他很多时候会对于 这些世俗有些怀疑 所谓的怀疑就代表说 他有一些特定的想法 但我做事情很有想法 很有理念 很有梦想 所以地空地结可以是一个梦想家 那这个梦想家到最后会发现 我做任何事情 我都觉得 我好像觉得 我好像做不到点 我好像不知道怎么样 可以让自己平静下来 所以地空地结多的人 很会做梦 他会觉得迟早有一天 我的梦其实会达到某一些的境界 跟角度的这种感觉 所以像雅兰姐 如果你命宫又是地空地结 然后福德宫又是 那就代表说 你其实一直以来 都是把你实际的行为 做完这些东西之后 但是你有点就是 想法就觉得 我好像一直踩不到地 一直碰不到点 一直要 我没有要降落 我是要升空地结 对 对 对 我那天才跟赌林哥讲 有人要放一间廟给我 对 可以接管喔 很大耶 对 很美耶 没错 但反过来就是说 地空地结的人 在天生如果在世俗里面 很容易接触到 这一类型的事情 也就是会给 但我的概念是 如果地空地结有遇到 对自己都是好事 所以地空地结 很适合信仰宗教 很适合基本修行 或是基本身心灵 对自己是最好的 对 所以雅兰姐 如果你有拿到那间庙 就基本上在里面 你会非常舒服 可是要替光头喔 不用啊 不用不用 他是在家修啊 是廟啊 对 上述的这些形象 如果你是比如说 宗庙的服务人员 你是鸡童 你是鸡身 或者是你真的是 比如说做一些基督教 或神学院 这些东西 其实对自己都会好 就是属于比较能够 飘起来的感觉 但想想要修行的分数 也会提高 就在世修行的感觉这样 我找到我后面的路了 哎呦 没啦 你怎么敢说这个啦 那就是一个选择啦 但是有些人会怕 但地空地劫其实不会怕 我必须说 雅恩姐的性格 其实他不会怕 这些事情产生 他现在想要把这种 你以前不是常常都会去什么 过年时间就跑到庙里去了 去庙里残修 去什么残修 大过年的时间 从除夕夜之前 去残修到不知道初级了 对 我们大家都在放鞭炮 吃一夜饭这样 他去黑蜜豆腐 你是吗 或是去法谷山啊 去法谷山 然后去让人家进化身心灵 其实这些星象都很适合 对 所以雅恩姐很适合 你不再去啦 就想想要做烘地 你不再去啦 哎呦 对 这会有那样的福报 所以其实福报是强的 接近这些东西 会让这些星象人变得很好 其实是没问题的这样